郭典氏 郭典氏 各位喜愛 郭典氏的朋友 大家安安 現在應該是暗時才安安 應該大家都聽 或是我用國台語夾雜好了 我看到有一位年輕的喜愛師的朋友 怕他們聽不懂 現在我今天要來發表這件事是 郭典氏 氏氏是在我們的生命中 氏氏他在1908年 是這個日本人去的 這個最日本人通過我們台灣的時候 是在一百九五年 日本人通過我們台灣都差不多五十年 他在一九九七年 九八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進騰十郎 他設計這座紅樓 我現在先秀一些影片 帶大家進入這個紅樓的歷史 看這個紅樓的自古早起床 跟現在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最上次就是一般的我們現在的形 就對了 來 我們看 這個1906年下面 下面這個是1906年的時候 有喔 那個時候還沒去喔 那個時候 我如果是一個 在這個紅樓附軍 我如果是一些這個 市場 那個人叫做興起皆是 下來 這個1907年 那個時候 開始要 嫁威 她要做就是這樣 事實上這應該是現在下去 再把它劃下來的 這都是現在還有的 你看她這裡有寫 西門町市場 是這種那種 不是叫西門町市場 她在一九九八年六成的 設計者為金町市場 進騰十郎 你看西門町市場 這個畫面非常的珍貴 確實是1908的時候的 再來 這也是 從1908 到1916年 從1916年 當你把它劃起來 你有看到 有那個日本人 穿和服 有我們台灣人穿這個旗袍的 那個時候的境就是這樣 再下來 這就是1945年 現在看到1945年的明信片 那個時候它叫做企町 不是叫紅樓 所以那個叫新企皆是 接下來 你看看 在這裡有什麼 1931年 才把這個企町 改為西門町市場 這是町有兩個意思 一個叫町 一個叫町 像我們的台語 都說西門町 西門町 回到以前 1910年的時候 它的那個畫面 你看它這裡有寫 說新企皆市場 是日本人集中的消費地 就是他們大家在這裡 日常生活 賣賣 很歡迎的地方 2011年 2011年 這是在 剛才那些紅樓的旁邊 那裡有一個神社 它叫什麼 道河神社設立 讓這日本人 可以去那裡參拜 這是一九一半年的 那就是這裡 你看這有什麼 八角堂 八角堂 十堂 紅樓 它有一邊 它都會有過的面 有一邊是八角堂 十堂 這1930年代的紅樓 你看它面上 史政四十周年 這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這個就是日本統治台灣 剛好四十年 四十年那個時候 空造圖就是這樣 紅樓在哪裡呢 在這裡 有看到嗎 就是這他八角 紅樓很好人 因為他八角 到了 那個 是1945年的時候 這個什麼 國民政府來台 日本人就要贈敗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之後 這個紅樓 它就變成一個劇場 說書 或是劇院 就是一個說書 這是現在的 你看看 這個後來變成戲院 那個時候你看 票價 全票六十塊 半票五十塊 軍警票四十塊 這個是到後期 我記得我早期 我去看電影 還看過二十塊 我喜歡去那邊看電影 因為他不用清場 但是很臭 這是現在的紅樓 可以看到現在 紅樓你看這麼熱鬧 他變成一個那個 文創 文創在 在讓他重生了 變成這樣 因為在兩千年的時候 他有一場大火 把他燒掉了 這是後面 紅樓後面 這是十字廣場 大家就看很漂亮的一棟樓 他這個說熱是什麼 他叫做老虎窗 這個叫老虎窗 有點像我們的掛包 好家的老虎窗 我當初寫這個紅樓這一首詩的時候 是剛好在1998年 紅樓剛好要一百年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因為有一個策展人 他就是跟這個紅樓劇場 他做一個一連串的展覽 一連串的 因為他 也 揮秀了 然後再 也重新整建 他重新整建 他就 弄了一系列的展示 把一樓 做為一些餐廳 跟這個 這個 喝茶的地方 我們日樓 如果是一樣 下去做展演的地方 有人在開演唱會 開話劇 變成我們平常的一個休閒娛樂中心 事實上這個紅樓在古早上 以前 日本人是在做市場 你背一些文具 日常用品 西郵 他總共有八個面 八個面 每一個角都有一個商店 下面才做為一般的市場 非常的熱鬧 我在寫他的時候 就是因為想到說 我們這個紅樓給我的 那個回憶蠻深刻的 剛好又碰到紅樓是一百週年 所以我在第一句裡面 我從說 紅樓一角 禮江天 往往那詩人在寫詩 他就是用一部分來涵蓋全部 你看我們一可以做什麼 一家人 一個國家 一片山 一片山不可能一片小片 一整粒山 就是用一角 一角來涵蓋整座的紅樓 我們這個 鋼天就是指說 因為我們紅樓 代表是有一個很有名的 南鋼 有鋼 有水到有天 就代表這個地區 這個範圍 這是一個意象的表示 第四句我說關照多行儆必連 因為這個紅樓 那個時候已經 現在是一百零二年了 他怎樣了 他點點在那裡 好像守護著我們 守護著這個台北市的成長 陪伴著我們 很溫柔的在守護著我們 所以他這樣慢慢走來 悠悠走來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一百年了 第三句 完熟市長最高興 這就是在回憶以前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 以前就是你做這個市長 然後接下來說 求贏極煙忘魂一堅 這就是怎樣 就是民國一九四五年的時候 郭民政府來了 然後他就把它當成一個話劇院 有的人在那裡說書 然後後來又在那邊演精劇 演樂劇 到最後才來演電影 演電影的時間想要等 我記得我以前常常去看 有一些那個什麼國王與我 還有那個什麼亂世家人 很好看很經典 但是他演的電影都差不多是二輪電影 他有一個好處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他不清晨 你如果說一半一片 然後你就可以坐在那邊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你發育才倒出來 不過就是說 他的樓板都就是榜 但是目前也還是榜 然後接下來 就是你說的 他的人文回主好如米 我這首詩就是以 過去的跟現在的交錯起來 前面的就把現在講出來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回憶起過去了 在第三年我就寫到現在了 因為怎樣 紅樓他經過了 那個一場大火 然後浴火重生 浴火重生之後 這個我們台北市政府 他就有一連串的這個文創產業的開發 然後經過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用心協助來保護 相信說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看過他的功能非常好 現在你們有營的時候可以去看看 他現在變成是一個藝文活動中心 一個是茶飲餐廳 還有有一些我們台灣的那個 MIT的精品 他不賣外國的 後面他時日樓 剛才有看我們的時日樓 他總共有16個工作室 那個工作室就是成租給那個 願意去做的 開創他的文藝文化的那個 有關文化方面的商品 所以他現在有很多這個市集 這樣產生外面還有一個露天的影院 讓我們感覺到整個紅樓 都活化起來了 不再是以前這樣死沉沉的 然後這個就是說 他這個文副經以未了言 就是在感嘆說 雖然是這個紅樓 他經過了這個市場 日本人經營的 到了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變成劇院 然後到現在的這個文創市場 這個所有的這個變換遷移 都跟我們息息相關 而且都沒有斷掉 證明說這個紅樓 他是跟著我們一起的 這種感情讓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用把它擬人化 就像說他有那個緣分 陪伴著我們 後來這個逆世風花中不病 生息透映性終結 這個是在講他浴火重生的事情 我就是在說他一次一次歷經了 那麼多的那個階段 然後他承載了監護的不同的使命 而且他都會善盡他的功能 發揮他的功能陪伴著我們 直到現在拓展到西門紅樓創育市場 相信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民間 大家一同的努力來保護丁秀吉哈 我們可以看這個紅樓 他的風菜絕對不會再消失了 因為我們現在有更好的技術 讓他保留下來 不會再消失去 而且會因為這個浴火重生了 會帶給他更大的那個 骨肌活化的一個典喚 這就是我後面講的說 生息透映性傳 這生息就是因為他燒掉了 反而助長他也當過再活過來 我的用意是這樣子 以上這就是我現在這首風樓的 那當時的那種念想 我現在來用這個漢語 念一遍讓大家聽 因為金氏的時候 十一要用漢語 他這個評則才會適合 風樓極頂 風樓一角禮更天 關照都行進一年 完熟市長最高興 雙營極煙忘憤憲 人文悔足好如米 憤不經意已了言 一世風花頂不敏 生息透映性中間 我現在來一下 風樓一角 烈江天 關照都行 炭 jersey 請別臭 真別臉 萬習小西長最高興 風樓一可貌 broadcast 我現在來 charger 好像 你能讓塔面 魂不經意味料煙 逆世風花中不敏 生死託因 心中間